從0秒到20秒的時候 他要問這段時間的平均加速度 如果我們叫一開始速度叫V1 後來叫做V2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要先算加速度的話 我們一定要先求速度變化量 那速度變化量按定義 就是後來速度減掉原來的速度 那這個注意這個相減 你看V1跟V2都是向量 這減法叫向量減法 所以我們必須畫圖來解 那V2-V1其實就是V2去加負的V1 也就是說減法不會我用加法 好那我可以看到 V2是不是這樣一個向左下角斜的 所以我畫出這張圖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V2向左下角 那負的V1你看V1是向正右方走V1 那我的負V1呢在這裡 它就變成向正左方走了 好那V2如果向左下角走 然後負V1又向左方走 所以我的TELTA V是不是先走一個V2 再走一個負V1 那是不是也是向左下角走 這個綠色的向量呢 就是我的速度變化量了 接下來呢我要來求角度 你可以知道啊 如果我從0秒走到20秒 其實我是走1 3分之1圓 也就是120度 這個120度呢 對過來這個角度 這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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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60度 那你把這邊做一個牽直線下來 你看到這個V2啊 你可以看出這個V2跟水平線 其實這個角 也是60度 因為這60這個30 這個也是60 所以V2跟水平線就夾60度 我們畫到這一張圖 你可以看到V2向量 它跟水平線 藍色的線夾了就是60度 如果你有了這一些之後 我們可以來求DELTA V囉 好那我們先假設 V2的值呢 值它的值 值的話就是加一個絕對值 就是V2的大小 是一個叫V的東西 而-V1的值呢 也叫做V 也就是說 這個速度啊 的大小速率 是個定值 因為你知道沒有 真是做等速率圓中運動嘛 所以它的速率的值就叫V 兩個都是V 所以它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然後這個角度是60度 所以我們再畫一個 大一點的三角形來看 你看我把剛剛那個三角形 畫過來這裡了 你看喔 它的這一個邊 今天叫做V 它大小是V 這個V就是它速度的大小 另外一個邊也是V 然後呢 因為它跟水平夾60 所以這兩個角 把它對切也是6060 好 那你知道啊 這是306090的三角形 把它對切 所以這邊如果是V 這邊就是2分之跟號3V 剛好切一半 所以 這一整段啊 我們剛剛說這一段叫DELTA V嘛 DELTA V就是兩倍的2分之跟號3V 所以就是跟號3V了 好 我們算出來了 DELTA V了 是 跟號3V 但我們要求這一段加速度 加速度怎麼算啊 速度變化量除以時間 這是平均加速度的定義 好 所以我就速度變化量就是 跟號3V 時間經過20秒 把它除出來 可是問題是這個V是一個位之數啊 V是什麼 V就是我剛剛說的是 V1的值也是V2的值 也就是 在這個 0秒的時候的速度大小 或者是說 在20秒的時候速度大小 都叫做V 那所以我們來算 等速率圓周運動的速度大小 也就是等速率圓周的速率囉 那這速率要怎麼算呢 等速率圓周的速率很好算 因為呢 它是一個等速率 所以我們可以用平均速率來算就好了 它轉一圈要2πR 它轉一圈的時間叫做T 我們把跑一圈超長2πR的距離 除以跑一圈的時間T 就可以算出它的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就是順時速率囉 好所以2πR 來看這個R是多少呢 秒針是10公分 經過的時間是60秒 所以一除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 欸 這個是3分之π公分每秒了 最後再把這個3分之π公分每秒啊 把它帶回去 這個值是我的V 把它帶回去這裡 好 帶回去這個V 然後呢 再帶進去之後 就會得到我們的答案了 是60更號3π公分每秒平方